今天要做兩杯這個讓你消脂消腫 現在大家不是發現說 你是不是有一點 就是你知道 現在解除了這個疫情之後 大家有點這個開始在外面吃飯啦 然後還有吃剛剛這個 如果你第二天吃泡菜鍋 晚上喜歡吃辣麵的話 你的那個鈉的含量會非常非常的重 那我要跟大家介紹兩款 韓國最流行的水 就是現在很厲害 女星都在喝的 第一個叫做Idle水 Idle水就又叫偶像水 很多女明星呢 都拿來就是做 它有兩款 第一款呢就叫做 它是叫檸檬綠茶水 好第二 可是要加糖喔 很奇怪對不對 好第二款呢是檸檬 因為第二款呢是黃瓜檸檬水 好都有檸檬在裡面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做看看給大家 非常非常的簡單 我其實已經試了 我自己已經喝了一個月 那這個呢 水晶主播呢今天呢就教大家怎麼做 綠茶是非常重要的 我已經泡好在裡面了 其實呢綠茶你不建議大家不要泡太熱 因為綠茶裡面有二茶素 綠茶可以抗氧化 加上它可以加速這個排便的部分 所以呢這個綠茶檸檬水是其中的一款 我把綠茶先倒進去 但是其實因為還是要讓它泡開 讓這個兒茶素出來 綠茶加一點點就好 我裡面是用這個綠茶的茶包 好 然後呢檸檬水我是從家裡帶來的 檸檬水你其實是市售的檸檬水就可以 你可以自己炸也可以 但是像水晶煮鍋比較懶一點點呢 就是你讓它這樣子下去 好 好 在裡面的成分裡面還有一個糖 他們為什麼要加糖呢 因為他們覺得綠茶呢有一點點的苦澀 所以他們希望加一點糖 可是其實呢有一些女星就很厲害 待會水晶煮鍋會教你們一個秘方 好 我會把它水晶煮鍋會把它做得比較漂亮一點點 就是黃檸檬 綠檸 黃檸檬 綠檸 好 好再把這個檸檬角 來把檸檬角放進去 好 當然不是說他們的這個 將近一杯就是他們的這個所謂的 Idle水 綠茶檸檬 綠茶檸檬水 記得綠茶泡的時候不要太燙 不然你會把裡面的鵝茶樹給就是消滅掉 那這個呢真的是現在韓國最流行的這個Idle水 你喝了以後 水晶煮鍋真的喝了以後早上起來喝一杯 真的 如果你的胃不大好就是飯後喝 對 因為它裡面有加檸檬嘛 檸檬有一些就是酸 然後它這一整個裡面當中呢 基本上它就是會消水中 如果你第二天尤其是禮拜一出門的時候 你會覺得喔 這個部分這個真的很OK 好 這個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大家看到了嗎 那當然說要加糖對不對 其實呢韓國的女星非常的厲害喔 她們怎麼樣呢 現在有一種葉子 我媽加薄荷對不對 是漂亮 但是我加了一個葉子 大家看到了嗎 這個叫做甜菊葉 甜菊葉呢 你加進去就代替 這個葉子我跟大家講 我給製作人吃一下 製作人我洗過了沒關係 製作人來講一下 你偷偷吃 面對鏡頭吃一下 我洗過了 咬一咬 是不是甜的 對 所以甜菊葉呢可以代替糖 就是你可以讓你的熱量不用那麼高 好 這就是一杯 他們現在最流行的IDOL水 好 另外呢 我還要再介紹一下 大家真的可以學起來喔 非常的簡單 有一個水呢 現在是狐狸茶 狐狸茶 欸我們有手板嗎 沒有手板對不對 狐狸茶的手板 好 2021年最火紅女團必喝的 就是這個狐狸茶 大家有看到嗎 狐狸茶 就是這個 瓶裝的 對 狐狸茶 大家看到了嗎 狐狸茶呢 基本上呢 我跟大家講一下下 它原本是有這個 基本上是有這個 茶包 有瓶裝的 但是呢 現在我們沒有辦法去韓國嘛 韓國的疫情這麼這麼的嚴重 對不對 好跟大家講 怎麼做呢 非常簡單 假設你今天 它其實就是一個 這是水晶主播 昨天煮的南瓜水 它其實就是 狐狸茶不是喝了會變狐狸精啦 它是因為它上面 大家有剛剛有看到這個手板上面 有一個可愛的狐狸有沒有 有一個可愛的狐狸 當初發明這個 這個牌子的這個廠商呢 它基本上 用了一個狐狸的這個圖案很可愛 所以就變成狐狸茶 然後現在包瓜女團 非常多的女團 現在都非常愛喝 而且這個消水腫的方式呢 其實他們包瓜就是在 南瓜其實在韓國 是一個非常消水腫的一個 水跟茶 像是國民的少女 國民美少女就是秀智 她自己在減重 或是減消水腫的時候 就是喝南瓜水 對 雖然水腫煮我不敢吃南瓜 其實就是靠了 這個所謂的一顆南瓜 你只要在家裡自己做 因為我們現在不能去韓國嘛 就是南瓜自己煮 像我之前就是煮大概大火 就是煮了大火煮滾之後呢 在小火煮個大概15分鐘 那如果你要再稍微的讓那個澱粉 就是因為南瓜有些有的澱粉 讓澱粉再下去一下 你就可以再燜一下下 那這就是然後就放涼 然後就變成南瓜水 那其實狐狸茶的原因非常 來由非常的簡單 就是紅豆水 其實就是自己在家裡煮紅豆水 那我今天來不及煮紅豆水 我就用一般市售的紅豆水 紅豆水加上南瓜水 7比3的比例 我先就做給大家看 這是我們家的空瓶子 這個是就是一般的空瓶子 一天喝這個一瓶 你就第二天馬上消水走 紅豆水本身其實就有甲 那基本上呢 它也是富含了非常多的花青素 紅豆水的比例大概是7 紅豆水 剛好一罐 倒差不多 喝了不會變狐狸精喔 好 南瓜水是這 你看它有黃黃的 這個南瓜水的感 然後7比3 用7比3的比例 這就是狐狸茶 那其實營養師還有家常版 其實南瓜因為富含 維他命A跟維他命E 加上南瓜水 它有促進排便跟蠕動的這個效果 所以基本上 它裡面也是有很多的甲離子 所以基本上呢 會代謝我們身體 一些不OK的就是 這個老廢物質 那個 其實我有看到營養師 他有說加強版的這個 這個 胡梨茶呢 可以再加檸檬 對 因為檸檬呢 也是基本上可以消水種的 所以呢 這一罐就是我們自製的 胡梨茶 因為你現在沒有辦法 因為其實在韓國 胡梨茶現在是非常 2011年 你只要打關鍵字 胡梨茶 基本上 它就會出現消水種 減重減脂 幾天可以瘦多少之類的 那其實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自己自製的 你在家裡可以自己用紅豆水煮